就像华信兄说的,今天是整本书的第十次导读 那么相信了解这本书的朋友之前也听我说过 整本书李泽后先生一共放了十个章节 那么我们过去呢是分了九次 把第一章到第九章跟大家简单大致的梳理了一下 所以说我们之前从新世纪时代旧世纪时代的远古时代 一直说到秦汉,然后说到楚汉,然后魏晋 然后说到南北朝,说到唐,宋,元 然后之前的一章就是八月份我们说的那一次 我们说的是第九章宋元山水异境 那么在那一段时间基本上是宋朝和元朝这段时间 中国艺术门类的主要几个表现的品类 主要是我们的山水化 那么在讲究在细致阐述山水化的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呢 李泽厚先生分享了有山水化发展的三个不同的阶段 在北宋和南宋之初的时候的无我之境 然后到了那个院体派 那个化院派出现新盛之后 由皇帝皇族所领导的这种院体派出现之后 到了第二个境界就是细节的忠实和对诗意的追求 然后其中我们也讲了一些例子就是过去在考 那个皇家画师的时候会出一些什么样的题目 然后根据诗来进行创作和作画 那到了第三个阶段基本上就到了元朝的时候 那就以皇公旺他们为代表的出现了由我之境界 就是最高的一个境界 就是纵观整本全书 那在李泽厚先生心目中 那我们的文艺的极巅峰有那么几个 那在青铜饕铁的时候 说到商周的青铜器是一个 然后说到了宋元三水的时候 说到这个第三个阶段 元化的由我之境又是另外一个高度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将进行 接着往下进行整个美的历程的巡礼的最后一个章节 那么就是第十个章节 叫明清文艺思潮 那这个基本上已经走入了近代 那它的跨越基本上是从十四 十四世纪一直到大概二十世纪初 跨越了整个的明朝 尤其是从明中叶开始出现的 哲学上文艺上和思想上的一些转变和发展 然后讲到了清朝 清朝清朝统一了整个中国之后 然后对于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上 带来的一些冲击也好 带来的一些改变也好 那所有的这些以哲学为背景 以思想为背景的这些改变或者冲击也好 那对于文艺和审美这个方面 所带来哪一些不同的一些影响呢 还有它的文艺的品类 那今天这个章节 着重所要讲的 其实多半都是在文学这个方面 散文也好 小说也好 画本也好 戏曲也好 那这些都是以文学为基础的 那顺带他也大致的简单的讲了一下绘画和工艺这方面 那这章主要我们将会重点介绍就是文学这方面的一些重要的进展 我们所熟知的四大名著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 对吧 好 那我们话不多说 我们先直接进入正题 好 那么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 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汉代的文艺 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当初讲楚汉浪漫的时候 我们讲到汉代的是石画像 石刻像这些 还有汉代的汉富 对吗 它反映的是什么呢 它反映的是事工 是行动 那是一种人 人刚刚通过自己的生产力的发展 对于整个周遭自然环境和自然世界的一种征服 不管是两都府还是二金府 对吗 不管是那些汉画石像啊 那些雕刻也好 它反映的都是人对周遭自然事物的一种征服 一种洋洋洒洒 铺满整个 不管是画卷也好 铺满整个墙壁也好 铺满整篇文章也好 这是一种铺陈 这是一种渲染 那么这就是汉代的 反映的是事工和行动 那么在未进风度这个方面 不好意思 等一下我孩子在旁边 没事可以的 你想去 爸爸给妈妈打电话 叫妈妈来接你好吗 OK 你等一下好吗 华青兄不好意思 大家给我大概半分钟的时间 我叫我 我孩子想找他妈妈 我给他打个电话 叫他把他带走 不好意思 好的没事去吧 可以的谢谢 好了不好意思让大家 谢谢你 OK 那这个是汉代 然后到了未进的时候呢 出现了未进的风度 这个时候出现了人这个主题的一个 自我的一个觉醒 然后出现了玄学的出现 然后出现了这种思辨 然后哲学上的这方面一些 一些比较深邃的一些 以自我的这个觉醒为主题的这方面的一些 一些思绪 一些审美方向的一些转变 那么他投射在当时的 当时的 当时的诗歌也好 散文也好 他投射在当时的一些雕塑上 那北朝的雕塑 那也是精神和思辨上的 因为那个时候是 是 佛教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段时间 南北朝的时候 那么 佛教对中国思想的影响 以及当时 不断的征战 对吗 名不聊生的那种社会背景 那么我们也 之前也 也仔细强调过 为什么在那段时间 佛教会非常的盛行 而且在那段时间 上次王公贵族 下次平民百姓 对佛教是如此的痴迷 它是有它的历史的背景 政治 社会的背景 那么这是那段时间 然后到了唐朝 我们讲到 到了从圣唐开始 对吗 整个整个民族 又重新焕发出一种朝气 少年般的那种朝气 朝气蓬勃 然后在那个往上 在往上的时候 慢慢的 佛 传统的佛教的那些思想 影响就慢慢开始衰落了 那么那个时候 佛教开始渐渐演化成为残宗 然后在那个时候 由于科举制度的推行 对于一些中国传统 传统知识和师大夫的一些精神 开始往上推动 然后科举造成了阶级层次的一些流动 整个社会充满了更大的一些活力 所以那个时候 人们开始逐渐通过文 文学艺术作品来展示出自己的情怀 展示出自己的艺序 那时候 不管是唐诗也好 还是诵词也好 还是那些散文也好 还有包括我们后来说的 在书法上出现的草书 对吧 那个时候狂草 在那个时候开始展现 就是各种各种 各种分门别类的这种艺术形态开始出现 然后讲到 宋元山水画 我们说到 画作这一主题的出现 也是跟着社会的发展 政治的发展 有着息息相关的 信息相关的在这一开始 汉代的那种铺陈的对周围自然事物的一些描绘 虽然很粗糙虽然很简陋 但是那种好像对周围自然世界的一些征服 然后到了魏晋的时候 到了南北朝的时候 宗教的影响 开始更多的画作是反映出的是宗教的人物 比如说佛像画呀 或者这些之类的 然后再往后到了 到了唐朝的时候 开始出现了人物化 然后开始出现了侍女 开始出现了牛马 这些单个的这些物体 那说明开始人的思绪 从天堂或者天上 渐渐的转向了人间 然后到了宋元的时候 随着新兴的地主阶级的不断的壮大 世俗地主阶级的不断的壮大 然后阶级流动的不断的频繁的发生 那么这种士大夫的精神 开始慢慢的往田园木戈的方向发展 所以山水化开始逐渐占据了主角的地位 然后山水化 在这一阶段逐渐发展到了一个极高的一个高度 那么这就是之前一直李先生梳理到了宋朝之后 那么经过了短暂的元朝 然后又到了明朝之后 那明清这个阶段呢 那艺术形式又有哪些方向的发展的趋势呢 那么这里说到了明清 基本上是以小说戏曲为代表 那这两个是主要的代表明清文艺 那他所描绘的对象是什么呢 如果山水已经开始到了普通的知识分子 或者士大夫阶级 他们对一起一种田园木戈的生活的一种向往和追求的话 那么到明清的整个这个阶段更加的世俗 就是上层的士大夫的文艺和下层的市民的文艺 开始慢慢的水乳交融起来 所以这个时候开始逐渐逐渐往世俗的这个方向推进 那么好 我们先看当时的这个哲学背景 李先生一开篇先讲了一下 哲学的这个背景在那个时代 他说哲学是时代的灵魂 这段文字比较长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 所以我去把这个放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作为一个基础 我们再往下看 他说反映了这个时代一个重大的内在脉搏 他说这个时代出现了一些 不一样的一些声音 我们先讲一个当时一个大致的一个背景 宋明礼学和心学 还有整个的儒家的主要的作用 还有在科举制度上的这个作用 可以看得出当时的礼学 尤其是到传统的道统那个时候 在当时整个社会是处于统治地位的 而且统治了很久的一段时间 那么这时候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 从讲究事工的陈亮业是提出工商皆本 就这个时候你可以看见过去的那种封建 前封建社会的那种主要的那种架构 开始出现一些动摇 人民不再是紧紧的被绑 束缚在土地上了 开始出现商业的苗头 资本主义的萌芽开始逐渐出现 到提出工商皆本的黄黎州 和反对以理杀人的代政 那这里的理说的就是宋明的理学和心学 但那个时候已经被已经固化僵化 成了一种所谓的世俗上 或者社会上主要遵从的那种理 以一个理来约束所有的东西 那其中包括从理智 这个人非常非常的重要 回头要跟大家仔细的讲一下 到唐真 许多进步思想家 这是一股作为儒学异端出现 具有近代解放因素的民主思想 这是第一次在学术这个领域 或者在思想和哲学这个领域 我们能看到民主这个字眼 另一条线就是从张载到罗清顺到王夫之颜元 这是以儒学正宗面目出现 但是呢 具有更多哲理思辨性质的进步学派 就是整个的这个在上层知识分子里 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态度 那这个还有一个背景 就是在明朝前妻和中叶的时候 出现了所谓前妻子和后妻子 他们是遵从古典主义 就是什么文必情悍 师必圣唐的那种感觉 就是他们 他们更更强调的是遵从之前的那些道学 那些那些思想 然后到了中叶的时候 整个学术界或者上层的上层的贵族 或者这种知识分子开始出现一种反思 那出现两种不同的脉络 一种就是以理智为代表 另外一种就是以张载为代表 那么这两条线有某种差异甚至矛盾 但客观上却不谋而合地毁坏 或批判封建统治传统 他们在明清之际 共同构成了巨大的启蒙思潮 所以这些人都是现在我们来看来 且不管他们当年的一些论断 或者一些想法 不管是多么激进也好 或者是多么革新也好 现在看他们都是启蒙思想家 他们都具有着巨大的启蒙思潮 那么后者就是说以王夫之为代表的 大地以地主阶级反对派为背景 具有某种总结历史的深刻意味 那么他们是用来总结历史的那种感觉 就是他们还是固守着这种地主阶级的 那种主要的他的那些思绪也好 还有他的甚至他的一些利益也好 那么前者就是以理智为代表 则更鲜明的具有市民资本主义的性质 他在经济领域是否存在尚可研究 但在意识形态似很明显 这句话也可以看得出来 李泽厚先生说话是 或者说他论述是非常精准的 他不随随便便做出任何判断 就经济领域他可能没有足够的证据 或者就不是他的擅长 但是他专门说得出来就是我们说资本主义 多半都离不开经济领域 所以说他的经济领域说 他说是否存在尚可研究 他没有直接给一个定断 他说但是在意识形态 这种启蒙是很明显的 所以说他破坏封建旧制度的作用和力量 也更为巨大 在文艺领域里 前者也具有更为直接 更为重要的影响 就是说理智这条线 在文艺领域 在美学这个领域 具有更为直接更为重要的影响 他们于当时的文学艺术 是在同一块土壤基础上 开出的花朵 就是这个哲学 这个思想 然后理智对于当时的一些小说 剧本的一些评判 对于后来的文艺的思潮的发展 有很深刻的影响 那么这个是从哲学的这个背景 那我们接下来看 那么这里还有一句话 李先生说的 我觉得说的很精彩 哲学虽然如此 他说但是文艺毕竟走在前头 开时代风气之先 就是往往有的时候 时代还没有完完全全的变 或者新的思潮 或者思想还没有完完全全的准备好 但是文艺 以及独特敏锐的嗅觉 通过那些创作者 他的作品已经先走在了前头 就是他已经能够嗅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作品已经能够展示出来了 往往哲学的思潮也好 或者新的思想也好 新的思想也好 他们往往诞生在文学作品 或者文艺作品之后 那这里就开始说到 那个时候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代表 就是世民文艺 他说早在宋代的平化 就已有所谓的知粉 灵怪传奇公案 对吧 就是像讲故事的那种 以及讲史等等类别 他说说明这种以广大市民为对象 这里要很重要 是以市民为对象 这个不再是是说新语 那个时候 上层知识分子之间互相自我欣赏 自我揣摩 自我炫耀也好 或者说那种传记的那种那种作品 这种是以广大市民老百姓为对象的 近代缩创文学已经拥有了广阔的题材原地 就题材已经很丰富了 到了明朝的时候 他与六朝智怪或唐人小说已经很少相同了 他不是以单纯的猎奇或文笔的华丽 来供少数贵族们思辨或阅读 这个不再只是供贵族们思辨 而是描述生活的真实 来供广大听众消遣取悦的 就是我们现在说 现在也不常见了 但是过去几十年前还能有所谓的评书 对吧 听人家说评书 其实就是类似于这样 讲故事啊这种 多半都是听 然后他就说 那个时候的主要作品 以三言二拍为代表 《寂寞人情事态之旗》 背写《悲欢离合之志》 是当时的那个特点 作品的特点 把当时由商业繁荣 所带给封建秩序 倾时中的社会各阶级阶层的人物面貌 做了多方面的广泛描绘 那么你看到这里开始说 这里充满了小市民的种种庸俗 低级浅薄 无聊 尽管 尽管这些东西远不及上层人士 上层文人士大夫 艺术趣味那么高级 纯粹和优雅 但他们倒是有生命活力的新生意识 就这种之前是没有广泛存在 或者没有广泛流行的 那么他突然间出现了 他秀到了那个时代 开始有一些些变革 有一些不一样的 他其实是对长期封建王国 和儒学正统的侵袭和破坏 这一点李先生做了一个比较 他就有如文艺复兴初期 欧洲的时日坛之类的作品的出现 就是他的这种出现 就是好像是以普通老百姓 小市民的生活为基础 然后讲的尽是一些家长里短 或者一些传奇 或者一些匪夷所思的一些故事 调人口味 那么这种是从自家而上的 所以他叫市民文艺 但是他开始出现 他开始风行了 那说明这个时候 其实整个的这个社会阶级 已经发生了 已经发生了很 很巨大的一个变化 那么这里他提到一个题材 他说性爱这个题材 他说这个题材 在唐诗和以前的文艺中 并无重要地位 我们都知道 以前即便是唐诗也好 或者再早一点 即便有 且不说性爱这个题材了 就连描绘女性 这种题材都会比较 比较受限制 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归院的诗 对吗 说什么美人 李白写过什么美人卷珠莲 宁作醋鹅美 但见泪痕湿 不知心恨谁 那说的都是这种 好像归院 幽怨的那种 没有往这种其他的更深入一些 或者更浅薄一些的这个方向走 那在宋词这中呢 即便有像刘勇这样的 感觉像风流词人这样 那也不过是与勾兰妻女 有关的一些勇叹 那么到了明朝这个时候 他出现了这样的一种题材 而且非常非常的 就是说在一段时间内 非常非常的广泛 或者甚至受欢迎 那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 和城市生活的繁荣 这个时候你看跟封建的那种 把人都绑束缚在土地上那种 又不一样了 因为商业的繁荣 所以城市生活出现繁荣 人们可以开始真正的离开土地 在城市中安生利命 甚至能够发家致富 那么具有自然生理 普遍基础的性爱题材呢 便日益取得社会性的意义和内容 自愿的平等的 互爱的男女热情 便具有冲破重重封建礼俗 去争取自由的价值和意义 就是说表面是这些肤浅的东西 但更深层次的 它是有一定的争取自由的价值和意义 那么这里呢 有对现身 这个现字我打错了 有对现身纯真爱情的歌颂赞扬 有对封建婚姻的讽刺和嘲笑 有对富心男子的鞭挞谴责 也有对色情荒淫的欣赏玩味 总之这里的思想意念 人物形象题材主题 以大不同于封建正统文艺 和文人士大夫的贵族气派 这个完全谈不上贵族气派 对吧 你甚至可以看到 且不说这种很露骨的这些题材 即便是当时的一些所谓的市民文艺 或者即便到真正文学上面 一些真正的一些作品 比如说像西香记这样的 很好的这样的作品 但是在很大一段时间内 到了清朝的时候 我们读《红楼梦》都看到 对不对 在贾宝玉林大玉他们读书的眼 他们在贾政他们的眼里 像西香这样的文字 是不入流的 是贵族所不能读的 所以说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种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是从由下而上带来的 它来源于说唱文学 满足的对象是一般的市井小民 也就使他成为世俗生活的风习画廊 就说到这里 你看他李先生给他的一个定位 就是那一段时间出现了这些市民文艺 你不管他是什么题材也好 对吧 他讲的是各种各样的事情 老百姓的一些事情 他其实是反映了明朝中叶到明朝晚期 甚至清朝初期一小段一段时间 那一段时间世俗生活的一个风习的话廊 我们后人读这些能够多多少少了解 哦原来那个时候老百姓的生活是这个样子 社会的生活是这个样子 而我们现在我们想一想 如果我们去读一篇苏式的前世必复 后世必复 或者我们去读一首唐诗 其实我们未必能够很真真切切的感受到 在唐朝也好 在宋朝也好 那个时代 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会是什么样 那种家长里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很难感受到 只有到了明朝 市民文艺的广泛出现 我们才有这个机会 一亏当时的一个时代的一个面貌 那么讲到这里就要说一下市民文艺的艺术特点 那么李先生说在这个画廊中他展现的是什么 他展现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形态清洁 他展现了公正的意识 善良的武生 贪婪残暴的县城 奸邪阴险的权贵 他说由于社会开始孕育着从封建母胎里的解怀 个人的际遇遭逢前途和命运 逐渐失去独一无二的封建模式 这个很重要 在这之前 商业还没有很发达 城市经济还没有很发达之前 在前封建时期 所有的模式都是固定的 你在哪个阶级 你如果能够出现阶级的越前 你可以走哪种方式 那只有科举 对吗 那所有的这一切 如果你是在 你如果你是世俗地主阶级 你可能有你可能有田产 你可能有有有有世俗的土 世袭的土地 然后你可能会继续这样的世代富贵下去 那更别提如果是当官或者说是贵族 那是另外 那更是对自己的阶级 对自己的后代是有保障的那种 那么在那个时候 在明朝中叶的时候 这一封建模式开始慢慢的出现 慢慢失去了它的独一无二性 人们的际遇遭逢前途和命运 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情况 出现了多样化和丰富化 各色人物都在为自己奋斗 或经商致富 或投考重拒 或白手穷精尽一无所获 或巧遇良机 而顿之富贵 现在想想为什么小说在那个时候 如此的发达 对吗 那些那些文本在那个时候如此 就是因为市民文艺 给他们提供了丰富的题材 和取之不尽的源泉 对吧 所以说总之在某种 近代资本主义的民主性和腐朽 庸俗的封建落后意识的渗透 交错与混合 是这种初心市民文学的 一个基本特点 那这点要强调的就是说 刚才我们讲到的所有的这种萌芽 还有所谓的这种资本主义的先进性 对吧 启蒙性 但是在那个时候 这些作品 它还是有一个它的根基的 就是它还是脱离不了 腐朽与庸俗的封建落后意识的 这种渗透 就是说那几千年下来的那种 传统的那种意识 不是说立刻就能根除了 所以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它可能题材丰富了 它可能强调一些不同的东西了 但是最后归根结底 它所体现的那种精神 多多少少还跟过去的那些 封建落后的意识 还是有一点点相关 所以说这是当时的一个基本特征 那么在艺术表现上呢 它的另外一个特征是什么呢 重视情节的曲折 和细节的丰富 这点我觉得 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 应该最早是从画本 对吗 然后到戏曲也好 然后到评书也好 对吧 它多半都是以什么 以听众为主要的受众群体 那个时候不是士大夫拿着一本 诗说心语在那读 是一群老百姓在忙碌了一天之后 在夕阳下坐在大榕树底下 听你说书 或者听你们讲戏 那这个时候 要怎么去吸引听众 那情节是不是很重要 情节必须合乎逻辑 情节必须在人意料之中 又能出人意料之外 那情节不能太过于夸张 对吧 情节必须有曲折 能让人引人入胜 那这一点就是一个 那第二个点就是细节 你如何用一些细节的描述 来刻画出那个真实的那个形象 或者那个 让那个故事有真实感 老百姓才会去听 如果老百姓听了听 就觉得这个太虚了 太玄了 那可能听了一下 都不愿意再听了 所以这几百年的这种 这种这种评书 评画这种艺术 不断的沉淀 不断的积累 你想到后来 那种情节上的打磨 细节上的打磨 已经到了很炉火纯青的地步 就是为了后来 那些四大民族的出现 奠定了很深厚的 不光是题材上的技术 也是艺术表现力的手法上的技术 所以它奠定了中国小说的 民族风格和艺术特点 讲到这说一个题外的话 就是这点在 李先生的书里没有提 我不知道大家 我相信大家应该听过这么一个人 叫金圣炭 对吧 金圣炭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大才子 他当初点评了很多的书 然后他点评过孟子 非常非常的精彩 他也点评过水浒传 也非常非常的精彩 我前两天读了一篇 他点评水浒传中那一段 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武松打虎 他就点评武松打虎的这一段 你就我们平时自己看 包括我以前看过水浒传的时候 那就是相当读故事一样 好精彩啊 武松那非要不听劝 非要上锦阳刚对吧 路过一个破败的山神庙 看到真的贴了一个告示 说山上有大虫 然后过了过了身时 就不要再上钢了 然后只能在 只能在武士之前 跟人结伴一起上钢 但是武松那个时候 又碍于面子 非得要上钢 然后结果酒劲上来了 要在一个大青石上 要卧倒的时候 突然间挂来一阵风 出现一个掉金白鹅大虫 对吧 那个大虫对他一扑一剪 然后一跳 然后武松怎么就是 吓得一身冷汗 把酒都逼出来了 然后就跟打虎 然后怎么把这个虎打死了 然后自己怎么打完 打完死虎之后 想把虎拎起来 发现自己已经浑身 酸染如你没有了力气 然后自己一个人独自下 刚刚遇到两个猎户 然后把这个事情交代 就这么很短短的一段话 金生探的评价 非常非常的精彩 他把诗奈安写水浒传 用到的那些艺术手法 说得非常非常的细致 他点评的很有角度 就是如果大家看过 我相信你们呢 你应该能理解 我现在说的这些话 但是如果大家没有看过 没关系 你可以去找出来 不管是去图书馆借也好 或者上网 说不定能不能找到 这一段的对 这些段落 你去看他的点评 很精彩 包括他对孟子的点评 孟子这本书的点评 非常非常的有角度 而且利益非常非常的深刻 我甚至觉得 他似乎是不是做梦梦的过孟子 孟子跟他说 他这篇文章 其实是应该是这么写 那每一个字 都透着很深刻的意思 那么这个就 讲一个题外话 讲到金圣探 他也是明末清初的一个人物 非常非常的有才 好 那么接下来 世民文艺之后呢 那是下层的 对不对 下层的文艺 那么这个下层的文艺 那上层的文艺开始出现 那上层的知识分子 士大夫 他们的文艺 有什么变化吗 其实也有的 那这里我们就说到一个 所谓的浪漫洪流 那么李先生在这里说 民中业以来 世民文艺表现的是 日常世俗的现实主义 传统文艺在这里呢 则主要表现为 反抗伪古典主义的浪漫主义 传统的文艺 就是说上层的 是反抗伪古典主义的浪漫主义 那么就讲到这个李治 那这我们要仔细讲一下这个人物 这个人物非常的重要 李治呢 是这一浪漫思潮的中心人物 李治是谁呢 他其实是王阳明的徒弟 那么他很自觉的 创造性的发展了王阳明的新学 而且你看他是自觉的 创造性的发展 就是他把新学又达到了一个 另外一个高度 但是呢 他不服孔孟 他宣讲童心 大唱异端 揭发道学 这个这里的道学不是说 我们说的那个道家老子 那个道德经的道 他说的是从朱熹的理学 上面所倡导的那个所谓的 那个道学 那么李治在当年是一个 什么样的状态呢 是西人争败门墙 南都市迷然向之 由之大江南北及燕迹人士 无不请动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出名的人 而且非常非常有号召力 他去哪里讲学 你看西人争败门墙 就是这里说的是是啊 这里说的不是老百姓啊 他不是一个所谓 我们现在所谓的文化偶像啊 他不是一个偶像 他是他不是说我一唱一个 开一个演唱会 整个Indo Stadium 全部坐满人的 他不是那个 他是 是大夫这个阶层 知识分子这个阶层 昔然争败门墙 那种影响力 那是那是不一样的 那相当于是说 今天来了一个 也有或者哈佛的一个 很出名的一个professor 整个全新加坡的 所有的这些相关领域的人士 全部去听他的课 全部去听他宣讲 是那种状态 南都市 我我我自己我自己没有查 但我 但我知道因为他是南方人 这个南都市 他曾经在精灵 做过一段时间的 国安会的讲学 很有可能指的是精灵 南京这一代 迷然向之 游至大江南北 长江南北 甚至到了燕记人 人士 到了华北 到了北京 北平之北 无不请动 那这就是他所震撼 他不是高官的 他不是高官 他只是普通的一个官角 而且他 好像我没记错的话 他中科举中的还比较晚 比较大年纪 四十多岁吧 可能才中了科举 才才开始出事 但是丝毫不影响 他对当时的思想界 学术界的影响 你看他的著作 一焚在毁 玄为禁书 但他的声明和影响 在当时就极为巨大 反道学 反虚伪的思想基础 使他重视民间文艺 重视这种有真实性的人情 世俗的现实文学 并把这种文学提到 理论的高度予以肯定 那这个高度 就是他的很著名的 同心说 就他提出 他在心学之上 我们都知道王阳明的心学 心肌理 质量之 知心合一 三点 对吗 他在这个之上 拔高了一个层次 讲到同心 那么他在这个同心 到底是什么呢 他说 这里我 同心说是一篇文章 不长 大家可以去找来读 现在看起来 依旧是觉得 在那个时代 敢发表这样的文章的人 不简单 胆子实在是太大了 而且思想 绝对超越了 当时的那些 主流知识分子的格局 他说 伏同心者 真心也 那我们知道 同心等于真心 若同心为不可 是以真心为不可也 伏同心者 绝甲纯真 最初一念之本心也 若失却同心 便失却真心 失却真心 便失却真人 人而非真 全部负有初意 同子者 人之初也 同心者 心之初也 然后 这是关于他 同心的一个 开头的一段 那接下来 他讲的文章 OK 他讲到文学作品 他这个时候 你就看到 他的反 唯古典主义的思想 在这里 他说 诗何必骨血 这里说的是文血 对吗 他说诗何必骨血 文何必先情 他的意思是说 你们现在这帮 知识分子 或者所谓的 才子佳人也好 你们做事 何必一定要选 依照文选来 你们做文章 何必一定要 依照先情的模式来 他说 降而为六朝 他说 这些过去的那些文章 古诗也好 先情的散文也好 他到了不同的时代 他又变为不同的静体 又变为传奇 变为原本 为杂句 为西乡曲 你看他专门为西乡历 立一个碑在这 为水浒传 为金之橘子叶 那当时的橘子 就是考科技的人 他们考什么 考八古文 他的意思是说 这些文体的这些变化 是跟着时代来的 每一个时代 都有自己的志文 就是最好的那篇文章 不一定 你一定要走到 2500年前 你一定要走到 1500年前 去遵循那些古代的格式 不可得而实事 先后论也 故无因事而有感 于同心者之文也 更说什么六经 更说什么语 梦乎 就是说 他最能感动他的 感触他的 是那些同心者的文章 就是有一颗真心 有一颗同心人 他所写的那些作品 其实不是说什么 所谓的儒家所推 倡导的六经 也不是说什么论语 也不是说什么孟子 就是不要拘泥于 古人的那种格式 每一个时代 有那个时代的新生 重要的是 创作者的灵魂 那个同心 他把这个理论的高度 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来 这个是很了不起 现在我们看 可能觉得稀松平常 但在那个时代 他其实可能也未必意识到 他对整个的哲学思想 启蒙思想和文艺思想上的 指导性的作用 他直接影响了很多的人 比如说很著名的公安派 以及后来的 各种各样的文艺形式 他说这样 以同心真心作为创作基础 和方法 也就为本来建筑在现实 世俗生活 写实基础上的市民文艺 转化为建筑在个性心灵解放基础上的浪漫文艺 铺平的道路 他这个理论基础是为什么铺平的道路 为了下层的市民文艺 慢慢的影响到上层 让上层的文艺风格 转换成为浪漫文艺 浪漫主义文艺 铺平的道路 那么理智以同心为标准 反对一切传统的观念束缚 甚至包括无上权威的孔子在内 那对于他这样的一个改革者 创新者 那在当时的那个时候 这种是非常非常的有魄力的一个人士 你可以想象他提出这些思想 或者提出这些看法的时候 肯定会遭受到很多很多的非议 但是他依旧坚持着他这个思想 这一点 他的这个勇气 还有他这个见识 确实是也值得我们后世人来思考 那么美人均自有 他提上的是什么 美人均自有其价值 自有其可贵的真实 不必依据圣人 更不应装模作样假道学 文艺之可贵 就在于个人表达这种自己的真实 而不在其他 不在带圣人立言 不在模拟前人等等 那么讲到这 我们要我们要结合到今天 我们要讲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要知道在理智的那个时代 是宋明理学对于整个社会经济 政治文化生活 具有统治地位达数千年 就整个这个可能已经固化 僵化了教教主义那种一种观念 所以整个社会开始出现了官僚主义也好 或者市民有一些遇到一些情况 但是无法办法申诉啊 或者或者当官者 不为老百姓 不为民族主 就是一切都是已经僵化了固化了教教主义 所以要冲破这些反例 首先要在思想上得到解放 那么在思想上解放 那即使不是理智 我相信会有别的人出现 那那个萌芽的出现 所以说我们不能因为理智当初的这个想法 我们就简简单单的套用到的现在或者其他任何历史 我们也要反对包括无上权威的谁谁谁 或者无上权威的某一种思想 或者无上权威的孔子 其实不是 且不说现在当今的社会 功利主义的盛行 实用主义的盛行 我们反而在自己的安身立命上 缺失了那种儒家最宝贵的那些精神 所以说我们讲到这一点是纯粹是分析民中业时期的那些发展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产生某种误解 就觉得好像这个理智说的这些东西是对的 儒家的学说是不对的 其实不是 其实我们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之所以有其强大的生命力 就像包括李先生在他的第三章先行理性精神说的 孔子是孔子的地位在整个文艺创作思想创作这个方面上 都是至高无上的 其实我们要我们要能够很清楚的理解 我们在接受每一个不同的知识点的时候 要能够很综合的看待 好吧 这点我要讲清楚免得到时候 我有些朋友不了解说 这个是不是说我们觉得李智当时说的对 但是后来没有被传承 不是我们要很清楚当时的时代背景 然后我们接着看 这种以心灵觉醒为基础 真实的提倡以自己本心为主 摒弃一切外在教条 道德做作 你看当时的情况是什么 就像我说的教条主义 固化了僵化了 道德上是什么 做作的那种感觉 就是只是做给别人看 做个假样子 那应该说是相当标准的个性解放思想 对当时的文艺无疑有阵龙发聩的启蒙作用 好 那么他启蒙了当时的文艺 我们接着看当时的文艺有什么特点 那么我们这里举一个例子 正统的古文所代表的传统文艺 已经走进了末上 我们说的正统的古文 我们可以说是先秦的那些散文 比如说孟子那些逻辑性很强的那些议论文 我们也可以说到唐宋八大家的那些散文 就是一定要抒发某种思想啊 带有某种意气的那种文章啊 那些文字 说那这些一个要求在内容上 形式上和语言上更接近日常生活的散文文学的出现 这与市民文学小说戏曲的时代倾向是相一致的 比如我们下来看这篇龟有光的象棋宣誌 那我现在跟大家简单的过一遍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其实也很短 我只节选了第一段和最后一段 中间也只是一两段而已 很短的一篇文章 这是龟有光的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代表作 我是建议如果家里有小孩子想要 学古文的话 这是一篇不应该被错过的文章 它是这么说 它是这么写的 像极萱旧南格子也 就是他家的旧的南边的他家院子里的一个格子 市井方丈 这个房间不大 只有方丈大 可容一人居 只能一个人住 百年老屋 沉泥甚路 雨则下住 这是有了一个百年历史的老屋了 就是说已经非常破败了 一下雨的话呢 里面还会漏水 每一案故事无可治者 就是一下雨漏水 我要移我的桌子 他读书人嘛 他移桌子 那看一下都没有可以放桌子的地方 移不了别的地方 而且呢 又北向 我们知道 在过去 不说过去的 即便是现在的中国 大家买房子都喜欢 怎么坐北朝南南向的 南面的 因为是阳面 能晒到太阳 能有光景来 偏偏他的这个所谓的南格子呢 是朝北的 门窗开向北 不能得日 就是照不这样 什么阳光 日过午已昏 就是说过了五十 可能就是下午一点到三点之间 就是说可能过了三点之后 其实很多地方正是下午的 下午的时候 他就已经开始有点昏暗了 雨稍微休息 使之不上漏 我稍微给他修整 想让他不漏水 前辟四窗 环墙周庭 一当难日 日盈返照 事实动然 他在前面开凿了四个窗户 对吗 然后他的院子前面 北面 他有一排墙 做了一排矮墙 那当太阳从南边射过来的时候 射到那个墙面上 日光返照 透过这个四个窗户 照进他的这个南格子里来 他这个相机宣来 那他这个房间里才开始有光亮 他是刚变得明亮 然后呢 又杂志兰贵 竹木于亭 旧时兰 亦岁增胜 借书满嫁 掩养孝歌 明然雾作 万赖有声 那他就说 他描绘了一下 他当时的那个房子 或者那个屋子周围的情况 种满了植物 对吗 增加了一些植物上的自然的一些景色 然后呢 有一满架的书 那偶尔读书 读到高兴处呢 炎养孝歌 或者明然雾作 万赖有声 自己一个人静坐的时候 能够听到周围的周围的世界 万物仿佛都在 随着他发出一些声音 随着他的心绪带来一些声响 而亭阶寂寂 小鸟食来捉食 人治不去 三五之夜 我们知道三五一十五 就是说月圆之夜 农历十五 明月半墙 这个桂树 桂影斑驳 风移影动 山山可爱 那么这个是对他当时的一个 格子的一个周围的环境的一个描述 然后到后来 最后一段说 后五年 就是说他这个 他这个记录是 写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后五年 无期来归 就来归就是说嫁到他家 他的太太嫁了过来 实至宣忠 从于问古事 或评级学书 他没有说他们夫妻感情 多么的和睦 多么的恩爱 说了一个很平常的事情 就是说 他太太嫁来了之后 偶尔会来到他这个读书的 他这个象棋身中 问他一些 古事啊 问他一些历史上的事情啊 或者呢 跟着他一起 记就是那个案子 书桌前 学着写字 无期归宁 就是说他的太太 去回娘家归宁 恕诸小妹与约 就是他的他的小姨子 就是他太太的妹妹们说 文子家有格子 且何谓格子也 就是听说 姐姐姐夫家有一个东西 有一个房间叫格子 那格子到底是什么东西 就是格子这个东西 可能是他们家的一个称谓 很多人家当时没有这个 不这么叫 所以不了解 其后六年 无期死 就是又过了六年之后 太太病逝了 事坏不休 整个这个房间又坏了 又破败了 没有休 其后两年 二年 于酒 卧病无聊 我 卧病在床 实在太无聊 乃使人修起男格子 夫妻男格子 又把男格子给重新修弃了 其至稍易于前 他的形式跟之前有一点点不一样 然字后 余多在外 我经常在外 那时候他好像后来 种了公鸣 归有光也是种公鸣比较迟 然后经常在外了 不常居 亭有枇杷树 院亭里有一棵枇杷树 无期死之年 所守直也 经 以亭亭如盖 就是 这篇文章 你可以看到 他就是一个 简单的回忆 回忆了自己 家宅里中的一个小格子 自己的书房 他自己在这个书房中的 一些经历了一些往事 从他一开始在那里 所谓的寒窗苦渡 那个时候还没有公民 到后来中间有一两段 他回忆他的奶奶 回忆他的妈妈 在看他读书的时候 跟他说了一些话 然后到后来 他回忆起 他的太太 嫁来他家以后 他们夫妻的一些 在这个书房里的一些生活 或者一些和一些琐事 然后再到 他的太太 跟他复述的一些 家里人 娘家人 问的一些事情 然后最后 回忆到了 那棵枇杷树 就是很简单 很朴实无华的文字 但是就是能够 打动读者的心血 你就能够想象得出 当你在 当我 当我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 我就能想象得出 那一个 简简单单的一个 一个房间 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 那个年轻人 苦读的时候 是个什么样子 中年的时候 有了 有了太太以后 夫妻之间的生活 是一种什么样的 田径美好的一个状态 而最后 我也能够品读出 他对王七的那种思念 虽然 没有一个字刻画在上面 讲到这里 我们可以想到 另外两个文章 一个就是 陆世明 对吗 我们都听说过 陆世明 这个其实也相当于陆世一样 但是他写的就是 普通的生活 很平实 很生活 甚至接近于口语化 另外一个 在回忆王七的作品中 历史上不乏 回忆王七的 很出名的作品 但是郭友光的这一篇 确实很有他的特色 也很感人 他不需要像苏东坡那样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自难忘 他不需要这样的 直接磅礴的那种 那种 那种回忆 那种伤感推进来 他一点一点一点 即使 即使你是个普通人 你觉得我没有苏东坡那样的文好 我没有龟友光那样的才气 但是我会觉得 这是普通人的真情实感 我也可以拥有 是每一个读者都有 都可以拥有 我也觉得 他的那些生活 是可以打动到别人 那么这个就是上流 上层文艺的 一个主要的代表 象极宣制 那么这里呢 他就说到 这个浪漫的洪流 不光光只是在散文 这个艺术表现形式出现 还影响了什么 还影响了小说戏剧 包括了像吴承恩的西游记 汤贤祖的牡丹亭 那么他这里说到一点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说西游记的幽默和滑稽 仍然充满了智慧的美 他说正如传统的相声艺术 如果大家知道 就是过去有一种 艺术表现形式叫相声 两个人在台上说 现在依旧最近也是非常的流行 在中国国内也是非常的流行 是以智慧 就是理解 而不是单纯以动作形体的夸张 有外国的丑觉 就是他都是滑稽 对吗 但是他是以智慧来取悦一样 但是中国的浪漫主义 仍然不脱古典的理性色彩和传统 对 就是我们的这些浪漫主义 还是根植于古典的理性的色彩 和传统 那这个理性是从哪里来 就是从先秦理性 从孔子的那个时候开创带来 那么牡丹亭的主题并不单纯 是爱情 都立娘不只是为柳生 而还魂在世的 他所不自觉呈现出来的是 当时整个社会对一个春天新时代 到来的自由的期望和憧憬 就是牡丹亭这个这个故事里面 杜丽娘还魂了 那这是唯一一个不理性的 就是说就是子不与怪力乱神嘛 所以说儒家对中国传统的思想的影响 就是说我们很少有那种宗教 可以可以完全统治我们几千年 甚至整个整个民族的所有的历史 是不存在 我们对鬼神这些方面 也是在主流的这些文艺作品 文学作品很少出现的 但是牡丹亭最后出现了一个所谓的黄魂的这种 就是唯一一个所谓的 不是那么理性的东西 但是你看他的整个的这篇文章 他所表达的那种状态 你看他的文字 他这是他最后的 李先生说 这他最后的这个牡丹亭的结尾 其中的一两部分的唱段 就是好像是杜丽娘的一个唱词 他说良辰美景奈何天 便赏心悦是谁家院 朝飞目卷 云霞翠轩 雨丝封片 烟波画传 景凭人推看着韶光剑 便青山提红的杜鹃 那图迷外烟丝最软 那牡丹虽好 他春归 怎占得先 就是你看到 就是李先生说的 是整个社会对一个春天新时代到来的 自由的期望和憧憬 所以说世民文艺的粗俗根苗 之前我们说的世民文艺的粗俗根苗 在这里最终升华为典雅待荡的浪漫之画 他们以不同的形式却同样反映了民中业以来 巨大变动者的社会动向氛围和意识 那么到这里浪漫洪流达到了一个顶峰 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 到了清朝 随着满清统一的全中国 思想启蒙的萌芽 被彻底的扼杀了 这个历史的发展 社会的发展 思想的发展 文化的发展 经济的发展 不是一个线性 不是有一个具体的方向的 它不是像水一样从高到低的流 它可能会倒退 它可能会走一条很弯的路 那么在这里 我们就在文化思想上 很多领域都走了一条大大的弯路 落后的少数民族这里指的是满足 总是更容易接受和强制推行保守 反动的经济 政治 文化政策 资本主义因素 在清初被全面的打了下去 巩固封建小农经济 压抑商品生产 全面闭关自首的儒家正统理论 成了明确的国家指导思想 就在那个时候 闭关锁国我们都听过 对吧 文字域我们都听过 对吧 其实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它是方方面面的这种 这种所谓的倒退的也好 统治的这种思想 在商业上 就是完完全全是打压商品生产 打压这种贸易 我不知道我是在哪里看过 可能是看过一个关于 就是大家知道 冯罗梦的作者曹雪芹 对吧 曹雪芹的祖父曹银 做江陵制造 他们家世袭江陵制造很多年 恐怕统治的快六七十年 都有前前后后 他们的 而且他们的亲家李旭 是好像是 叫什么 是严正啊 专门专门做专门管研的 一个管制造一个管研 所以他们他们两家联姻 然后对对整个这个江南那一带 从康熙的那个时候开始 是是几乎是这这两个主要的东西 是他们统治的 是他们控制的 康熙对康熙对曹银是百分之百的信任 对对曹银和那个好像是李旭 对是百分之百的信任 我不知道是在读一篇 他们这样了 这样关于曹银的这个 曹银与康熙的这篇著作 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学者写的 其实有提到就是说 清朝的时候 我后来你读这个才知道 清朝的时候 他对商业的这种压抑啊 或者意志啊 就商品交易这种意志 他到什么程度 就是说就好比我要是从 我要是从我做一个 我自己的商品出来 我要想去一个地方卖 我比如说不在我的本地卖 我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卖 那么好比我从淡冰尼走去乌洛卖 我要进乌洛 出乌洛地铁站 我进淡冰尼地铁站 我就要交税 我出乌洛地铁站 我也要交税 而且的那个税非常的重 那个税非常的重 所以你可想而知 那个时候如果要做一些 所谓的商品交易的话 你的成本会很高 你的价格也会很高 那自然而然 那这种交易的这种欲望 就会很低 市场的需求也会很低 那市场之所以活跃 那是出现一种 完全的自由竞争的状态 国家没有干预 政府没有干预 或者减少干预 尽量少干预 出现自由主义 那是资本主义 能够逐渐逐渐 壮大发展的一个基础 一个社会基础 经济基础和制度基础 但是在那个时候 是完全不存在 后来以至于到 后来出现什么情况 只有官家的船 或者是官家给的 名号的这些东西 这些有这个所谓的符文 或者官方的这些 这些标文的 你在过这些关卡的时候 渡口的时候 你才可以不用给那么多税 可以甚至不用给税 所以就后来又出现 一种怪现象 就是大家要做生意 争着抢的 要拿到这个官家的 这个所谓的护身符 然后你可想而知 会带来各种各样的 各样的弊端 所以说这就 我就我就讲多一点 讲偏一点 这个不是 这个不在美德历程的 这个书里 李先生没有说到这么细 因为他说的 都是理论高度 我只是说 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来看待这个清朝 因为我们现在经常说的是什么 哇康乾盛世 对吗 康熙 庸正和乾隆 那个时候 感觉是不得了不得了的 但是从美德历程 这本书 李先生从文艺和哲学 还有思想的角度分析 其实那个不是盛世来的 那个一点都谈不上盛世 至少在文艺 思想这个角度来说 根本不是 所以说清代圣极一时的是什么 全面的复古主义 境遇主义 伪古典主义 我们都知道到清朝的时候 什么什么学说最盛行 考据学 对吗 因为你没有办法在有思想上 再有新的创造了 这个时候清朝 你但凡出一个像李志的这样的人 可能都是株连九族的 你就别说李志了 你连文章里随便写两个 清风乱翻书 都可能被因为文字欲 而满文超展都有可能 那么那个时候只能干嘛 去固执堆里做考据 那个这个是那个当时的一个情况 等一下我这边 电脑这边有一个东西 我弄一下 华庆兄你们能看到我的 我的slides吗 可以看得到 OK 那我继续 那么世民文艺不但没有任何发展 而且还突然萎缩 那上层的浪漫主义则 一变而为成 感伤文学 那这时候出现什么 桃花扇 长生殿 聊天之意 那这些都是 感伤文学的 从你看前一刻还是浪漫 下一刻就变成了感伤 那么 还有一点李先生说 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这个不光是汉人 你要说如果是汉人士大夫 因为亡国 因为被外族 少数民族统治 异族统治 而不得直输兄弟 然后又被打压 又有文字欲 那因为这种原因 你产生这种感伤 那也能理解 那你在纳兰性德 你在纳兰的词里 看到的都是这种感伤 这种人生空患的时代感伤 那这是什么意思 他说尽管富贵荣华 也难逃沉重的厌倦和空患 纳兰性德是皇 皇亲国戚 是世代富贵的那种人 那这反映的是什么 他反映的不是 由于处在一个没有斗争 没有激情 没有前景的时代 和社会里 处在一个表面繁荣平静 而实际开始 颓唐没落的社会阶级命运中的 哀伤吗 是吗 你看纳兰的词 归梦隔廊河 又被河声捣碎 还睡还睡 解到醒来无味 他的有很多的词 都说到这种 睡不着觉 睡不着觉 醉也觉得无趣 睡也觉得无趣 就是怎么着都是觉得很郁闷 很悲伤的那种感觉 那么他是贵族 他让我自然又想到魏晋的时候 对吗 魏晋门法贵族 阮吉也好 吉康也好 那些门法贵族 竹林七贤 他们也有这种 心理上的这种 这种所谓的这种伤感也好 或者 或者 或者抑郁也好 或者不同的思绪也好 但是那是不一样 他们是对自身命运的一种 无法把握 有可能随时 因为曹局的变革 他有可能就会 就会被 就会身家性里受到 受到 受到威胁 或者会牵 牵扯到不同的变局中 他是那种能理解 惶惶安 坠坠安的那种 但是到了纳兰这里 不应该呀 但是他能够体会的 这就是为什么刚才说 文艺开时代风起之先 纳兰的 纳兰之所以是一个 很伟大的词人 就在于这里 他能够体会得到 他能够潜意识 已经感觉到了 但是那个时代 在他的活着的时候 还没来 但是他已经体会到了 所以说社会发展到的 清乾隆年间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创作 达到了高峰 由商感文学 进入了批判现实主义 代表作就是红楼梦 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顶峰 那么你看在得风气之先的文艺里面 敏感的先驱者们 在即使繁华富足 醉生梦死的环境里 也仍然发出了 无可奈何的人生空患的悲叹 那么就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过程就出来了 浪漫主义 感伤主义 到了批判现实主义 那么当时的 整个的一个背景是什么 必习未闻文字欲 著书都未道良谋 那个时候你看 所谓的知识分子 所谓的精英阶级 必习啊 我离开我坐的那个位置 都是因为怕那帮人 在谈一些什么东西 可能会把我牵扯进去 那么我所写的书 对吗 我们说我们成 我们读圣贤书要干嘛 要立言立功 对吗 那你立的那个言 你要著书啊 那著书都为什么 道良谋 都是为了都是为了赚钱 填饱自己的肚子 那这一切的一切 最终使中国落后在了欧洲后面 17世纪18世纪开始 那么整个红楼梦之所以 它的地位是如此之高 它其实是什么 封建末世的总结 它是一个封建末世的总结 那这里就李先生说 说红楼梦的人也好 或者评价红楼梦的话也好 千言万语 说不尽 他说后世还会有千言万语来评价 红楼梦 他说这里无需要单独 仔细的评价 但是他很欣赏鲁迅 在中国小说史瑞里说的 腿运方志便故见多 悲凉之物便被华领 然呼吸而领会之者 读宝玉而已 就是说这里不光光只是人生的空患 不光光只是人生 虽然最后结局宝玉是 可能是出家做了顿入空门 对吗 把那个把那个所谓的那个色和空这些东西参透了 所谓的好和了都参透了 然后顿入了空门 一开始可能会觉得就讲的是一个人物 或者一个家族的兴衰 但其实 他他其实可以放大了看 他是整个封建社会 走入了最后的回光返照 那段时间了 就是说 外面看着可能还是差不多 但是内囊全部都已经倾向上来 其实一点都不假 《红楼梦》创作之后没多久 国门就被 船间力炮给哄开了 然后接下来就进入了屈辱的近代史 从鸦片战争开始 一直到了新中国的成立 那即便是从 中国从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 直到现在依旧是在 不断的追赶着 西方文明社会的那种状态 虽然现在我们看 有些方面已经做得很出色了 但是依旧是在追赶 那么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 都推究于清朝那段时间 但是这一切的一切 是有他必然的因果关系 然后他就最后李先生说 但是他们的美学价值 却已不再伤感 这个批判现实主义 除了《红楼梦》 还有一个著作叫《如临外事》 而是对社会生活具体的描述 揭发和批判 与明代描写现实世俗 世民文艺截然不同 它是上层士大夫的文学 这个跟世俗 因为他也是对社会生活的 具体的描述 对吗 你读《红楼梦》 你看得出来 他描述了好多的方方面面 他是上层士大夫的文学 然而他所描写的事态人情 悲欢离合 却又是前者 明朝的时候 世民文艺的无上升华 除了这个美学价值 他的所谓的描述 或者最后人家说 他成为了封建时代的一个百科全书 他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也讲到这个 我也想到 我刚才讲 那个《金生探平水浒传》 《红楼梦》 有很多的点评本 其中最最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知焰斋的点评本 如果大家有机会想要 如果没看过的话 你想要读《红楼梦》 读一遍当故事看 第二遍要读的话 我非常非常推荐 大家把知评本找出来 知评本之所以有它的价值 是最高的那个价值 是因为它能够从文学艺术的角度 从美学的角度 给《红楼梦》的曹雪芹的那些文学手法 写作手法 很透彻的一个点评 这点很像很像 《金生探》对《水浒传》的点评 但是又不一样 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 知评版 它在点评的时候 它其实是跟作者是很熟悉的 它了解 它甚至现在怀疑 这个点评者 它自己本身是曹雪芹的一个亲戚 所以它经历过了那些事情 所以它能够看得很透彻 但是它的文学品位非常的高 所以它能够从文学和美学的角度 给予一个很透彻的点评 所以我也是最近才开始读 所以我读了几张 我觉得哇 写的真的是太好了 我以前看不到的以前 就是跟我读金生探 点评孟子 金生探点评《水浒传》一样的感觉 所以说如果大家有机会 有这个想法的话 可以找来找来看一看 好 那么今天到这 就是整个十七美的历程的群里 全部结束了 那么最后 我想借这个机会 再次感谢华庆兄 还有整个翠英读书会的团队 给了我这么一个优秀的平台 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然后让我把这个三年前 我偶然间在淡冰林图书馆 结缘了这么一本书 可以再一次 比较细致一点的 跟大家寻理了一遍 所以我知道我说的很多 其实无外乎都是复述 李先生的那些言语 可能有一些还复述的 远远不到位 甚至班门弄斧 但是我觉得 这是一个我自己 非常喜欢做 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也很感激大家 这么长一年半的时间 前前后 从去年五个月份到现在 对于我 还有我们村英读书会的 陪伴和支持 那最后用 李泽厚先生最后一句话 来做结尾 就是美的历程 一切都指向未来 好 谢谢大家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现在看看有没有什么 其他的问题 或者思想 或者想法 大家想一起交流的 好的 感谢逐家精彩的分享 就是你刚刚所言的话 从去年五月开始对吗 到现在已经是 差不多过了一年半了吧 这一年半的时间 陆陆续续的为大家 不辞劳苦的 分享了李先生的这本书 前后总共实讲 真的是威威道来 让大家跟着 不只是一次美的历程 我觉得也是一次 思想上面的 思想上面的学习的盛宴吧 学习的历程吧 可以这么讲 好的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时间 交给我们的朋友们 大家如果有 有问题 我们可以跟 陆家进行一些互动 基本上我看这本书的话对吗 就是从整个的这个 整个从通篇来看的 我看它基本上囊括了 不只是 不只是 艺术 我觉得也有文学 还有思想 也有哲学 可以说是一个文学 艺术 哲学来自历史的一个 非常一个非常 综合性的一本 可以说是兼具 思想性 艺术性的著作 那么这边其实我还是 那么我 我这边可能暂时先提个问题吧 那么就是说 在 朱家你看到的话 你读完这一本 这个 美的历程之后 对吗 那么就是说你对 就是说你对 就李先生的 从对这个全书的 这个介绍的角度 看来的话 你觉得对我们中国 对中国过去的这些 文学艺术 还有他整个这个 艺术的演变 就是说你有没有一个 比较大略的一个 心得 或者说体会 或者说认知什么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这话你比较大吧 好 清醒 这个问题确实确实很大 我只能说 说是跟大家讲一下 我的一些直观的一些看法 就是说 其实李先生的文字 很清新通俗 就是读起来不难 就是这这这十章的文字 你如果大家想读的话 很快就能读完 但是对我感触最深的 就是说 他虽然说的是叫美的历程 他是从美学的角度 审美的角度 但是他没有单单纯纯的 只是说美 没有单单纯纯的 只是说审美 他更多的是 你能看得出来 他的那种 他的那种 发自他自己内心的 对我们中华文明的 那种自豪感 以及他有一个 自我的那个 我感觉他有一个使命感 他想把整个中华文明的 这个脉络给梳理出来 然后他的这个 我感觉这个体 是文艺 文艺是这个体 各种各样的形式 它的流派 它的发展 它的那个魂 是我们的中华文明的精神 那个思想 以及中华文明的 这些主要的思想脉络 在这过去几千年 几万年的一个 一个主要的一个转变 所以我 我感觉这本书 对于我来说一个 这是这是第一个 让我觉得很 很高屋建林 或者说很 这能发挥的一点 第二个 我感觉更多的是 你看他的十个章节 每一个章节 我们读出来 如果大家还记得 或者一些老朋友 记得的话 几乎在每一段历史时期 李先生都会着重强调一下 当时的一些政治社会 还有文化发展的一些背景 那么他之所以说这些 主要是因为这些所有的 都跟当时的一些 文艺上的一些发展 或者说艺术上的一些发展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就是说当时的 不管是审美的意趣也好 审美的对象也好 还是审美的方式也好 类别也好 都有相关的关系 我到现在还记得 当初在讲到圣堂诗的时候 李先生有举过几个例子 我相信大家可能还记得 就是说都是写边塞诗 那么圣堂 中堂和晚堂 那三种 三种不同的风格 是截然不同的 那他取了三个不同的例子 然后这三个例子 都是名作家篇的 都是传颂千古的名句 但是能感觉得出来 那个背后的那个气势 那个意趣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说他就引用了一句话 他说他说这个东西 你你固然有你自己的天赋 有你的能力 你的人力所在 但是还是有很大的 气韵的那个成分在那 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气韵 就是我们所谓的气和运势的那个 所谓的这个气韵 那就是结合了当时社会的那个状态 当时人心的那个状态 那使我也不由而然的会经常联想 我有时候读书会经常联想 我也不知道我联想的对不对 但我就想说 你看我们从小经历了这个时代 我本身是80后出生的 那么我在中国大概成长到了上高中结束 然后来新加坡读到大学 所以我的人生目前为止 前一半在中国 后一半在新加坡 但是我们在整个这个亚洲 或者东亚的我们的华语的 这个文化圈的角度来说 我不说什么高深的文化 那些我不大理解 我就说我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 我所能接触到的世俗的这些文化 我们就讲今天的这个世景文艺 世景文艺到现代 它发展出各种各样的形式 那小说开开漫漫变成剧本 然后拍成电视剧 电视剧是一种 对吗 电影是一种 我们现在所谓的综艺文化又是一种 那各种各样的这种形态的发生 你会发现 它的潮流是在不断的变化 它在所在的地区 所在的那个国家 它是不断的转移的 那在80年代的时候 那可能是香港 是文艺的中心 到了90年代 香港一度新加坡 新传媒也是一个文艺的重镇 然后后来到了2000年初 台湾 然后到了再过了2010年之后 就势不可挡的往大陆的方向推进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文艺它其实有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风向标 那就像李先生说的 它这个文艺的创作是得风气之先的 往往经济社会结构 还没有完完全全的转变过去 文化产业已经开始出现苗头 那这一点就是我的一个 自己的胡思乱想 这个李先生没有讲 就是我读他的书 然后读了这么多章节 我的自己有一些些的道理 所以有时候也值得我们去 去思考一下 那就像说 就像李先生说的 最后那句结尾 美的历程永远是指向未来的 好 谢谢华青兄 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我不知道我说的有没有答对你的 达到你的你问的这个点上 但是我我只是说一些 我的一些很直观的体会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其实我觉得已经讲的 特别特别的好了 因为你谈到的是 你的特别宝贵的这个体会 和自己的得着 感谢 谢谢 好看大家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我们可以抓住这个时间 和朱家进行一些讨论分享 朱老师你好 亚伯先生你好 好久不见 谢谢 谢谢你的分享 相当经典 我想问一个 一个像你 在这篇里面你常常 讲到那个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 通常我们平时都是以为浪漫就是 romantic 但是这里的浪漫 我想应该是自由主义吧 是不是等于自由主义 有点接近了 又不诠释 对他又不诠释 但是但是他跟自由主义 有一点有一点是一致的 他跟自由主义 有一点是一致的 就是亚伯先生 如果你记得注意到 我刚才有说到理智 对吗 理智说 同心说 就是他这个真心说 那自由主义 其实也是尊重自我的 对吗 以自己的内在为主 那这一点跟这个所谓的真心 其实是有一点点结合的 但是又不完完全全一样 那自由主义可能更多的是 真心等于私心 对吗 那么这里他的同心和真心 可能就是就有一点像 就有点像我们所说的 那个孟子所说的人的 那个善的那个四端一样 就那个最初的 那个初心的那种感觉 但是都一样 他这个浪漫主义就是说 他是以自己的这个真心为基础 然后 然后把这个朴实的那种 世民主义逐渐逐渐转换为 上层文艺所能创造 带来做的浪漫主义 所以说亚伯先生 我觉得您 参悟的这一点没有错 他跟那个很像 跟自由主义很像 就是浪漫主义就是 比较纯真的自由主义 就是天真无邪的 同心天真无邪 自由主义 对而且你可以说他是以文为本 他回归到本身 对 他反对那种教条 反对那种传统观念的束缚 就是他要打破的 所以说 这个浪漫主义就是从 明末清初才开始是吗 明中 明中就开始了 明中啊 明中就开始了 对对对 明中就开始了 而且他们是很多人互相的 互相的影响 互相的交流 这个其中一个著名的一个代表人 我这里没有讲 大家一定都知道 唐伯虎 啊 对对 唐银 唐银江南四大才子 都是受这个人 都是受理智的这个这个影响 那归有光 写相极宣制的归有光 比理智还要早 大概几十年的时间 比理智要年长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在那一段时间 明中业那种前后几十年 一百年的时间 这一个思想 这个审美情绪的这个苗 都已经出现了 只不过在理智这里 他把它推到了一个理论的高度 使这个文艺有一个理论所支撑 假如这样讲啊 像李白这种人 可不可以算是 好像是浪漫主义 是 李白是浪漫主义 李白可以算得上是天才浪漫主义 李白绝对绝对是浪漫主义 这个是毋庸毋庸置疑的 对 谢谢你呀 李老师 不客气不客气 好 这大家还有什么别的疑问吗 或者别的体会心得 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分享 讨论与交流 不客气不客气 朱家兄 那么如果就单单今天的这一个讲座对吗 因为今天谈到这个明清文艺市场 然后呢刚刚您有特别的就是说把红楼梦 这本伟大的这个文学著作 拿出来跟大家进行了一个非常干要性的这个介绍 那么就是我这边也是想可能想请教一下 因为我本人对红楼梦的话其实还没有怎么读过 可能这边在座的朋友们可能可能应该 应该可能大部分可能是有听过或者读过的 可能我觉得那么对于这本著作的话对吗 就是说他你读过之后你的怎么讲 就整体的感受如何 或者说这本书的话他给人一种怎样的 就是说你读完之后会有种怎样的体会 或者说对那个时代 以及对以及这个作者 他试图想表达的一种关怀 或者说思想是怎样的呢 可以简单的提一下吗 做一下介绍吗 好的可以 我这里简单的讲 因为红楼梦这个很大 我又把他讲讲错了一笑大方 所以说我简单的说一下 我个人觉得 红楼梦一开始在读到前两章的时候 就是一开始的那些总研的时候 我感觉作者多多少少透露出了一些他的一些主要的一些思想和意义 其中有两个词我印象很深刻 第一个词叫好事多磨 第二个词叫万境皆空 或者说万事皆空 所以他整个在读他的一开始的那个前两章的时候 就给我一种感觉 我当时就觉得他这个万境皆空或者万事皆空这个词 到最后很有可能是会贯穿他整个主题的一个词 然后果不然读到最后 整篇这个红楼梦的这个主要的著作 他讲的是贾府就贾宝玉他们家 他讲的好像是日常生活中 以贾宝玉作为 他其实也不是以贾宝玉作为第一视觉 他是有以那个所谓的石头作为一个第一人称 来叙述那个石头所看到的贾府所发生的种种的事情 但贾宝玉相当于在那里面是一个第三人称的一个角色 在那在那运行的 但是你能够感觉得出来这整个一种难以言表的 就在他在他文字中 他能给你透露出一种难以言表的那种 一种压抑的或者那种悲凉的那种情绪 就是你能感觉到繁华 你能感觉到富贵 就是你都能看得到 紫面上纸面上看起来很明显很明显 那就是繁华那就是富贵 那就是人世间第一等的恭候人家的生活 但是在那具体的每一个每一个小细节上 又不断的给你透露出来的那种感觉 就是那种有一点悲凉 就是总觉得有一些事情不对劲 总觉得有一些事情 会有一种不好的那种预感 会慢慢的出现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是他当时给我带来的一个主要的感受 那加上之前说的那个所谓的万境皆空的那个词 我当时读到那个词 我就我有这种感觉 就是他把这个人生的这个定义 定义什么 你到头来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空患 都是空患 但是他他就像这里鲁迅 说的就是说他其实 他之所以有这么高的历史的地位 或者说他当时出现了以后 在至少在当时的学术圈 或者在当时的所谓的上流社会 大家不断的传抄 就是红楼梦石头记不断的传抄 包括在那些满族的贵族的家里 都藏有他的抄本 那就是说明这种这种感受就很像纳兰性格词里所抒发出的那种感受 那种大家觉得这个这个大厦要塌了 但是表面看起来又是这么的不错 这种感受其实我是觉得那是一种 在末世没来之前 艺术家先嗅到的那种 那种感受 其实我们现在来读起来 我觉得另外一种看法就是说 我们不一定非把它当成一个小说来看 不一定非把它当成一个故事来看 我们更应该把它当成一个一面镜子来看 这个末世之前发生过 这个末世在我们个人也好 在家庭也好 在社会 在国家 在民族也好 会不会还有可能会出现 那么我们是不是现在有人已经发现了一些什么 或者说我们怎么会去避免发生这种事情 那这个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层次了 那就超脱了文学或者艺术的那个层次 但是我觉得光从文学和艺术这个层次来说 《红楼梦》的高度已经很高了 如果大家去看那个制品本的话 我是一开始不知道 我没看出他文学艺术上的美 直到看了一会儿的话 很棒 好的 好的感谢精彩的解读 不客气不客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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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刚刚好也到了 也到点了 这里呢我再次感谢朱家老师过去的一年半的时间 为大家前后系统的分十次 为大家介绍了李先生这本经典的这个著作《美的历程》 真的非常感谢 那我们大家呢对这本书有了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 同时呢也是为我们进一步的通过本书去了解 中国传统文化 文化哲学以及艺术的历史 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铺垫 让我们能够进一步的为探索本书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吧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读书会的宗旨 通过对一本 一本这个经典著作的 真的就是去实实在在的去导读 让大家呢真正的获得这个思想和文化上面的修养和感受 好 感谢朱家老师精彩的分享 好 那么呢今天的这个读书会就告一段落 没有 亮ene 你 谢谢 对 对 也 ですね bits